清朝后宫的三件女性私人用品,一个羞于贱人,一个价值连城。 慈禧是有名的奢侈太后,但正如曾给慈禧画像的美国画家卡尔女士在慈禧写照记中所说, 中国皇帝之尊严,仅次于天,臣下以全马声色奉着,自然穷奢极耻,唯恐不得主上之欢心, 而皇帝则自以为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区区数千百万金之供奉,自己无所用其故习也。 所以皇宫奢靡之喜历来如此,并不仅仅是慈禧太后。 慈禧太后也是一个极其注重保养的人,去服侍过她的老公女回忆,年过六十的慈禧老婆也。 在退去衣物后,所展现的白皙皮肤,依然胜过年轻女子。 慈禧曾自诩,工人以我为美,对于别人夸她如天女下凡的往事如属家珍。 慈禧在私生活也非常奢侈,这点可以从她的私人用品上看出来。 指甲套慈禧爱留指甲,尤其是一双手的两个无名指和小手指,最长可达七八寸。 当然其他如拇指、食指、中指也爱留指甲。 为了修饰保护好这一双手指甲,每天要用温水浸泡和用剪子修理, 并特制了各色指甲套,待罩在手指上,切切实实地保护好,以免受到外来损伤。 给慈禧特别加工定制的指甲,它有镂空欠丝发狼的,也有纯金的,价值莲成,名贵以及青花血慈澡喷慈禧留外洗澡。 慈禧有两个量身定制的青花血慈澡喷,分为上,下半身专用。 而且,每次洗澡使用最大的是毛巾,洗一次澡,甚至要用掉上百条毛巾, 而且毛巾使用一下,就立刻扔掉不会再用,现在这两个澡盆还在, 在当时一个估价至少十万两百银,两个加一起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至少六千万人民币, 简直奢侈到了极点。 仿若穿越物品的作变器,这个作变器,那是袁世凯专门送的稀罕之物, 慈禧也是特别喜欢,因此,派了专门的太监负责照看, 每次慈禧方便完,太监立刻将其拿出去仔细地洗干净, 然后撒上香木和香料,擦得干干净净,还要进行消毒,随时背着慈禧会随时使用。 座架的檀香木制成,接触屁股的地方包有棉具,非常舒适,容器内有香木屑, 隔层有黄沙和水银,这样就一点臭味也不会有,而且非常舒适方便。 这件修于对外人提及的作变器,目前就保存在故宫博物馆中, 也是后人对慈禧太后生活奢华的一个有力见证。